大家好,我是Kerry 今天趁我队友带孩子去游泳了 给大家做一期小孩玩具的视频 因为时间会比较匆忙 所以我就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较好的一些玩具吧 还有就是我家小孩比较喜欢的一些玩具 我自己感觉上比较值得购入的玩具吧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儿子的玩具并不多 他的玩具被我分布在了三个不同的房间 因为他经常需要换着房间玩 尽管是这样 他的玩具也不算是很多的 因为平时我更在意带他去户外的时间 以及我自己陪他玩的时间 这本Fisher Price的电子书 是我儿子非常喜欢的一个玩具 每翻开一页都会有两首耳歌 这些耳歌虽然我不熟悉 但其实在澳洲这都是一些家喻户晓的耳歌 不会唱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上面都有歌词 可以跟着歌词一起唱给孩子听 我儿子就很喜欢我给他唱 背面这个地方有两档声音控制键 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 还有一个就是开关键 这个玩具的直到年龄是六个月以上的baby 我大概是在我儿子四个月的时候我就给他买了 这个玩具是在我给我儿子买一个二手玩具的时候 别人送给我的 但是我儿子特别喜欢 它上面有很多小机关 侧面的这个地方可以打开 这样一按 一个小狗就出来了 这样一按 一个小羊又出来了 下面呢 这块呢 还有一个牛圈 所以小孩喜欢一个东西 真的与他的价格无关 这个免费的玩具 我儿子就玩得很上瘾 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按 还可以拧 可以这样子拨弄它 总之小孩很喜欢这种很多机关的玩具 这本书是我儿子比较喜欢的一本书 因为他的车轮是可以转动的 就这样子转 翻开以后呢 还配了一些词 可以给孩子念一念 配合这个小车 边转边给他念 打开每一页都是不一样的车 和不一样的词 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内容 我儿子特别喜欢这个轮子 你看他很多女生子吧 这个就是一个出租车 就可以跟他讲 我儿子特别喜欢这一页 这个小火车有三个轮子 他觉得特别神奇 他老是翻到这一页来看 这个年龄端的孩子呢 主要是培养他对书的兴趣 让他看到书的时候呢 有一个好感吧 这个长颈鹿咬胶 挺有名的 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 这就是一个咬胶 就是在孩子磨牙的时候 给他用的 这样按他的时候 他还会发出声音 我儿子也很喜欢这个声音 但是咬胶呢 一定要多买几个 因为他不会一直咬一个 要不断的给他换新的咬胶 换着咬 我儿子非常喜欢木制的玩具 像这种木头的 类似于积木的东西 他都很喜欢 大家平时不妨 多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 每个孩子 对玩具都有自己独特的喜好 我就发现我儿子 特别喜欢木头的东西 当我发现之后呢 我就给他买了很多木头的玩具 这样也能更大程度的激发孩子 对玩具的兴趣 可以吸引他多玩一会吧 这个车我儿子也挺喜欢的 男孩子比较喜欢小车吧 他特别喜欢这个小车的眼睛 因为动的时候他眼睛会眨 他也很喜欢来拨动这个东西 觉得很好玩 这是一个木制的小车 这些木制的玩具 我都是在Kmart买的 可以说物美价廉了 买玩具的时候 我都把我儿子 带到Kmart自己去选 我把这些玩具拿给他看 他对哪个感兴趣 我就给他买哪个 基本上都是让他自己选的 他真的会有自己的喜好 我经常把两个类似的玩具 放在他的面前 但是他就会特别喜欢其中一个 然后呢 我再换另外一个给他 他还是会选择刚才选的那一个 特别神奇 这个时候我就会把他 总是选的那一个玩具 买下来给他 这一套塑料的果树玩具 我儿子也很喜欢 他还特别喜欢这个小西红柿 但是这个玩具很方便 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给他玩 这个玩具呢是一套乐器 我拿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鼓 这个就是鼓面 打开这个鼓面呢 里面有一些可以发出声音的玩具 这个玩具一般吧 我儿子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他比较喜欢里面的一个蛋 这两个可以想的 他都不是特别有兴趣 哎对 就这个蛋他很喜欢 他这个声音也很小 这样盖上以后呢 就成了一个鼓了 然后他还配了两根敲鼓的棍子 但因为孩子现在还比较小 所以我都没有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给他玩 都把它藏起来了 这个呢就是一个四面体 孩子会做了之后就可以买一个 我这个是纯实木的 非常的沉 因为它是实木的 所以价格比较贵 我呢买的一个二手的 如果大家不是很能接受二手的玩具 其实可以去K-Mart这些地方买 也同样有这种四面体 同时也很有性价比 这个主要就是让孩子坐在那玩 等他能站之后呢 也可以扶着这个四面体站起来 玩上面的那些东西 但是孩子如果要扶着他站起来 大人一定要在旁边看着 防止孩子把它扳倒了 砸到脚啊什么的 还是很危险 除了四面体以外 还有六面体 我建议大家要买的话 可以直接买六面体 因为它会多两面 那么孩子玩的时候呢 也多一些选择吧 这三个玩具呢 属于同一种类型 都是可以发出声音 也可以发出光 我觉得比较适合 月龄小一些的宝宝 因为他们还不会自己去玩 一些东西 那么这些会发出声音 发出光的玩具 就比较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让他们更好的去玩这个玩具吧 但是这种类型的玩具呢 我建议不要买太多了 因为它比较相似 我觉得有个两三四个吧 就差不多了 孩子很容易玩腻 这些音乐呀 灯光啊 他们看过几遍之后 可能就会厌倦了 这个小考拉呢 你按这个红心 它的心就会亮 然后还会唱歌 旁边呢 这个可以给小孩磨牙 考拉的两个耳朵呢 还可以转动 还有声音 不过这两个玩具 我儿子都不是特别的喜欢 一般般吧 但是偶尔还是会玩一下的 这个呢也差不多 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它是一个毛绒的 按它中间这个呢 它会唱歌 它的八只脚呢 分别都能发出声音 你按那个 它就会想 打开它的后背 可以调节音量 音量调节只有两档 大声和小声 上面呢 有一个白天模式 和夜晚模式 可以调节 白天的模式呢 它就会唱一些 比较欢快的歌曲 夜晚模式呢 就主要是一些 安眠曲吧 但是我儿子睡觉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玩过它 这个小火车 刚开始我儿子 并不是很喜欢 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 他就开始喜欢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小车也是Fisher Price 我儿子对Fisher Price的玩具 一般般 没有特别的喜欢 可能是跟它的材质有关系 因为我儿子 比较喜欢木质的玩具 这是一个Comforter 但是我儿子 对这个东西 没什么兴趣 我觉得Comforter 你如果要用的话 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月子里面 就要开始给它使用 让它养成习惯 我觉得我儿子 喜欢用安抚奶嘴 也有关系 一般有安抚奶嘴的话 它就不需要一个Comforter了 像这种玩具 就是比较小的时候 才需要的 应用场景呢 就是挂在它的小车上面 给它看 这几个玩具 都是小月龄的孩子玩的 差不多三个月吧 两三个月就可以给它 这个是布书 很可惜 很可惜我儿子也不喜欢 他拿到这个布书 就完全没有兴趣 其实这个挺有意思的 你看这个小鸭子 后面还有一个小尾巴 是不同的材质 小兔子也有一个小尾巴 然后这个书呢 有的还会发出一些 那种稀里哗啦的声音 有的孩子就很喜欢 这个也是小月龄的 基本上我觉得一两个月吧 就可以给它看了 让它做time time的时候 这样子翻给它看 因为它颜色很鲜艳 然后也可以让它拿着咬 这本书我儿子也很喜欢 它是那种皮克布的书 把它翻开之后 你看每一页都可以给它皮克布 这样子推出来 它就觉得很神奇 我儿子很喜欢这种 皮克布的游戏或者是书 同工呢也没有几页 但是颜色很鲜艳 现在给孩子看书 就主要是培养它 对书的兴趣 让它不妨感看书这件事情 觉得这个书呢 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 让它愿意去翻看书 对于十个月月龄的孩子来讲 我觉得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对于里面的文字内容 这么大的孩子 它是很难去理解的 就是主要是培养它 对书本的兴趣 就可以了 这些玩具都是小月龄的玩具了 这个是之前挂在床上 可以旋转的那种玩具 大概从出生用到它两三个月吧 就差不多了 现在给它取下来玩 这个球也是一两个月就可以给它玩了 但是这个球它的指导年龄是六个月以上 我建议大家去买一个球 叫做曼哈顿球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那个球比较轻 基本上孩子出月子之后就可以一直给它玩了 可以很好的训练孩子的抓握能力 这个就是一个木头的毛毛虫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部分我儿子的玩具 还有一些玩具呢 今天就来不及介绍了 回头我会再给大家安排一期 请大家给我点赞留言转发 谢谢大家 拜拜